一年前,入侵阿富汗20年的美军仓皇撤出喀布尔 喀布尔时刻成为美国入侵阿富汗失败的代名词 喀布尔时刻是美国民主改造计划的失败 一国的民主道路只能由该国人民 从本国国情出发,独立自主地探索 不可能千篇一律,更不能从外部强加 把美式民主强加于人,只会水土不服,黯然离场 喀布尔时刻也是美国小圈子政策的失败 美国究极盟友侵占阿富汗20年 最终落得个仓皇逃离的下场 美军只顾自己不顾友军的做派 也使得美国西方领袖的人设轰然崩塌 喀布尔时刻更是美国霸权战略的失败 冷战结束以来,美国打着所谓民主人权旗号 四处侵略、干涉、调动分裂、对抗 借以服务自身的地缘政治目标 遭到世界人民的普遍反对 美国在阿富汗失败了 但美方显然并未从中吸取教训 不仅扣押阿富汗7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 为阿富汗发展重建设置障碍 而且继续打着民主人权旗号 在世界各地进行政治干预和操弄 甚至将拼凑小圈子的做法 扩展到经济科技等领域 美方逆历史潮流而动 只会导致更多的喀布尔时刻再现